复活以出菇菌包重新生长蘑菇的方法 第一,用水浸泡增加水分 第二,培养菌丝 第三,开口出菇 这是一个已经出过菇的菌包 由于水分已经消耗完毕了 所以说它这个分量还很轻的 首先我们在菌包的外面扎上一些小孔 然后把它放到水里面浸泡 至少浸泡一天一夜吧 泡好水之后把它重新包起来 用保鲜膜或者是塑料袋都可以 然后把它静置两到三个星期来生长菌丝 等菌丝生长得差不多的时候 就可以像以前那样 找一个菌丝比较多的地方开口 然后静等出锅 过几天 这里面已经慢慢的发出了新的芽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再放到平时的这种潮湿环境下 我关掉了雾化器 在这里放置了几天 原来已经出过芽的 现在干掉了 但是放置了两天之后 反而它们又长出了新的蘑菇 而这一只已经采摘过的 也发出了新芽 于是我就把雾化器重新开开 增加湿度 并且适当地在蘑菇叶上 使用已出菇菌包可能产生的问题 第一 菇的活性可能会下降 也就是说生长的速度下降 第二 携带杂菌的几率增加 第三 退化 生长质量下降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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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